大家好,我是强子 本次课程呢,咱们来学习一下web的工作过程 了解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利用浏览器和我们的服务器端进行这个通信和访问的 把这个过程呢,做一个这个梳理 我们先来看一看,当我们要去访问一个网址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我们肯定是打开浏览器 OK,打开浏览器以后呢,输入一个URL地址 对吧,然后呢,回车就可以打开网页了 在这个过程呢,事实上对最终用户来看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 甚至我们加入这个收藏架,连输入网址的这一步都忽略了 直接点一开页面就可以了 但是针对这个URL地址 事实上我们呢,可以再把它给细化下去 深入到它的最本质的那个层面 来看看这样一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好,我们呢,现在就来打开浏览器 来把这个过程呢,来一起梳理一遍 当我们打开浏览器啊,输入这个网址的时候 平常我们可能输的都是,甚至连前边都没有 我们输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按回车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URL地址本身 它其实不单纯的只是我们输的这样一个域名 它包含很多部分的一个信息 好,咱们呢,一起来看一看 好,这边呢,有一份啊 以前给学生讲课的用的一个自己写的一个教程 我们就基于这个材料呢 来给大家做一个URL地址的一个分析 就可以了 当我们去输入一个网址的时候 我们输的可能就是3w.百度.com 但是当一旦我们按回车 其实这个网址本身呢,包含了四部分的内容 就这么一个网址 包含了四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协议的类型 那么,以http协议的话呢 它会默认以http冒号双斜杠开始 表示我们输入的这个网址是用http的协议来访问 同样,我们有时候去访问一个ftp的文件服务器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前面这一部分呢 会被修改为ftp冒号双斜杠 OK,所以这一部分呢 代表的是协议的类型 那第二部分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主机名 那这里边3w.百度.com 就是我们的这个主机名 当然呢,由于为了好记 我们呢,现在有了专门的这种域名 那么域名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这个主机名 它呢,实际上等同于我们的IP地址 域名呢,转换成IP地址 其实要经过DNS解析 最终呢,就可以呈现出来是一个IP地址 但是这两者其实都是等价的 这是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那第三个部分的内容呢 是属于端口号 那事实上我们在这个URL地址里面 并没有看到一个端口号存在 那么HGP协议它默认访 因为服务器使用的端口号呢,是80 然后它默认使用的是80来作为端口号 所以只要服务器端的端口号 给我们开放的也是80 那么我们不需要再输入 比方说我们回到浏览器这边来 我们在这边输入百度.com 再加个80的端口号 同样的可以达到访问的目的 因为默认就是使用的这个端口号 所以我们可以不输 这样让用户在输入的时候呢 更方便 那不输到底是谁在帮我们 把这个80的端口号给加上去了呢 事实上就是浏览器本身 浏览器它会自己把这个默认的80 作为端口号 传递给服务器 达到访问的目的 那么同样的 如果我们这边加的不是80 我们加个81的端口号 那这个服务器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访问了 我们会看到啊 这个访问这个网址呢 一直在处于访问的状态 但是呢并没有获取到新的页面 OK 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是第三部分端口号 那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 我们要访问的具体的页面 我们输入的是一个域名 是一个主机 但是我们要访问的页面在哪里呢 事实上是没有明确告知的 那这个时候 又后边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处理 好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第四部分 访问的这个页面文件 我们什么都没有输入 但是我们还可以访问到一个具体的页面 这个又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首先我们回到浏览器这边啊 我们来看一个啊 非常微妙的一个变化 我们先关掉这个页面 重新打开 这个微妙的变化啊 大家注意来看 当我输入3w6.百度.com的时候 我们输入的域名就是这样 好我们来看啊 当我们回车 你会发现它在我们的域名 前面当然加上协议类型 它在我们的域名后边 自动加了一个斜杠 请注意一下这个很细微的变化 平常我们可能都没再关注它 为什么要专门给我们加上这样一个斜杠呢 这个呢 事实上就是跟我们的页面文件是相关的 我们访问的是一个主机 其实主机相当于它只能访问到这台电脑 但是我们访问这台电脑 对应的到底是哪个文件 事实上 它是没有 我们是没有指名的 没有指名的情况下 它呢就通过这一个斜杠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我们访问的是它的根目录 就是这台电脑对应的这个web服务器里边的根目录 好 这边啊 注意一下有个专业术语叫做根目录 这个斜杠和我们的这个http协议前面的这两个斜杠啊 这是完全不同的意义 这只是表示一个这个协议类型而已标准的格式 这个斜杠呢 表示的是我们服务器端的根目录 它直接指向服务器端的最顶层的那个目录 好 那么最顶层的目录下边呢 它就会保存着我们要访问的这个页面文件 那么这个页面文件我们也没有输入了 为什么也可以访问 这里边呢就服务器端后边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处理过程 那么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默认首页 当用户并没有明确指定我们访问哪一个页面文件的时候 服务器端呢会直接给我们指向我们的默认首页 比方说我们通常会用到的一些默认首页 index.default.asp.php.html等等 我们通常会设置这样的一些页面文件来作为默认首页 所以当我们没有输的时候 那么它就直接去访问这个页面 当用户在浏览器地址里面明确指定这个页面文件是谁的时候 它就会直接去访问这个页面文件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百度的首页文件具体是什么 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 我们随便试一下 访问百度跟目录下的index.html 看看会发生什么 发现可以访问 那么我们来访问一个index.123呢 看看这个页面是否存在 我们就会看到页面本身不存在了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尝试 我们可以知道百度页面的这个首页的默认文件是index.html 我们没有指定它是因为服务器帮我们处理了 如果我们要明确指定也可以 只要那个这个页面在服务器的根目录底下它是存在的 那么服务器就会把这个页面的内容返回给我们的客户端 以达到访问的一个目的 OK这是组成我们url地址的第四个部分 那么是不是这几个部分就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url地址了 通常情况下我们一个标准的url地址的确是可以做到 但是url地址其实还会有附属的第五部分 当然这个第五部分不是完全必须的 这第五部分呢 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参数url的地址参数 那这一部分内容呢 也非常好理解 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啊 都很直观的体验过 比方说我们现在进到这个百度页面了以后 这边正好啊 有一些这个新闻 好 好我们呢 来点击这个新闻 随便点一个进去 好 我们来看啊 url地址现在构成是怎么样的 好 我们把它拷贝下来 拿记事本啊 把它拷贝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url地址呢 特别长啊 首先 其次的话呢 它在我们的根目录后边加了这样很长一串的东西 从这个s呢 其实可以理解为我们访问的某一个页面啊 它不一定非得要是html结尾或者php结尾啊 这个不重要 这个页面后边的话呢 会跟上一个问号 那么从问号开始以后呢 后边跟的就是我们url的地址参数 那么参数对应的就是啊 参数的名称 参数的值 名称 值 那么每一个参数之间呢 用这个按的符号给区分开 就可以了啊 这就是一个url地址的一个第五部分的构成 那第五部分啊 不是必须的 需要的时候没有 不需要的时候 我们直接访问前边的部分就可以了 好 那么基于这个url地址啊 就单纯的这么一个简简单的地址 我们经过分析 你会发现啊 其实呢 里边还是有很多细节的问题 可能我们以前都是忽视掉的 那么现在呢 咱们就利用一个工具叫htpwatch 好 利用这样一个工具啊 来对我们刚才的所说的这个过程呢 再进行一个演示 htpwatch呢 它是属于一个协议分析类的工具 这种工具有特别多 可以针对hp协议来分析 针对tcpip 这更底层的协议都可以来进行监控和分析 好 这里呢 我们先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演示啊 希望大家呢 就是说对htpwatch这款工具呢 有一个简单的认识 首先打开浏览器 那么htpwatch呢 它是以一个插件的形式啊 来加载在浏览器这个当中的 我们打开这个tools菜单底下 有个htpwatchprofessional 好那么打开以后 看到的页面是这一个 好这边呢 顺带再说明一下啊 htpwatch这个工具呢 也在我们后边的这个使用呢 会非常的频繁 所以呢 大家呢 需要去下载和安装这样一款工具 而且确保呢 它是这个整合在IE浏览器当中的 因为它对IE浏览器的支持是最原生态的 最好的 打开了以后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界面 当然不排除有时候你看到是这样一个界面 它相对于呢 把这个画面从浏览器本身当中抽拟出来啊 我们还原回去这个就可以了 按这个按钮啊 还原回去 好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监控一个协议这个数据包的传输过程 按record录制 这个时候我们的访问呢 就会被整个给监听和截获下来 那么截获下来以后 我们呢就可以来对它进行具体的一个分析了 OK 大概的用法就是这样 好 我们先停止掉啊 把它刚才这些内容来给清空 好 我们呢 现在先啊 关闭 整个浏览器啊 关闭 我们重新啊 来开启 并且来访问一个页面 还是以百度为例啊 我们确保是属于录制状态的啊 这录制状态 输入URL地址 注意看到 好 那么输入完了以后呢 我们看到了下边呢 有监控的一个状态了 咱们呢 随便挑一个监控到的一个请求 来简单看一看 先停止掉啊 就拿第一个请求来做好了 在这个请求监控到了以后 这下边呢 会展示我们请求本身的构成 和我们服务器段响应回来的一些东西 那请求和响应这个细节的问题 在http协议的章节 我们再做具体的介绍 我们呢 从这个内容里边来看一看啊 URL地址的构成 主要关注在这一部分 首先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个请求的类型 叫get 当然还有对应的一个请求 叫post 后边也会详细的去介绍 还会有很多的练习 让大家来理解这些东西 好 我们也看到啊 http协议的版本 是1.1的版本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地址 访问的是我们的根目录 以斜杠来代替 我们访问的主机 是3w.百度.com 这几个元素 基本上就囊括了 我们URL地址里边核心的元素 首先协议 http 然后呢 访问的是它的根目录 然后呢 我们的主机是这个地方 那80端口在哪呢 我们刚才讲过URL地址 最核心的一部分 还有端口的工程 那么端口号呢 在这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80 这就是百度这个首页服务器啊 它开放的一个端口 默认80 OK 在这儿有所体现 那么前面跟的呢 事实上 180.97.33.108 这个字段 对应的就是我们百度.com 这个域名的IP地址 后边呢 和它的端口号 那么这个端口号呢 事实上虽然我们在输入的地方 并没有添加 但是浏览器 发出这个请求的时候 浏览器帮我们代劳了 把这个端口给加上了 好 这边呢 是对应的服务器端的一个响应 同样也简单了解一下 192.168.0.102 事实上是我这台电脑客户端的IP地址 49582呢 是我这个客户端 分配的端口号 那么便于服务器端把显应的内容呢 发回给我这个端口号上面 那这个端口号呢 我们也没有去操心 事实上 它也是有浏览器来自动分配的 注意这是自动分配 随机的 这个端口号是固定的 我们客户端访问的时候 这个端口号是随机的 那么端口号啊 这其实是属于TCPIP写议里边 也很重要的一个点 我们呢会在TCPIP写议里边呢 再去给大家做更详细的一个介绍 好 今天这门课啊 关于这个web的一个工作流程 那我们就通过URL地址的这样一个演示 和htpwatch这个工具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使用 那么呢 给大家去做了一个梳理 这门课呢 那就先到这